在Costco偶尔能看到这种Atlantic macro 大香轻鱼 富含Omega3大量的维生素B12和维生素D 可是还特别便宜 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腥 肉也比较肥厚 更适合用煎烤的方法 我用烤箱和空气炸锅分别做了三条 去掉了腥气 可以说是鲜嫩肥美 关键是如何腌制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市厨房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如何腌制和烤青鱼 这种鱼被列在美国FDA最佳食用鱼选择清单中 虽然营养价值很高 却是Costco卖的最便宜的鱼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一片赞鱼之声 又有营养 味道也鲜美 价格还这么便宜 岂不是怪事 原因还是味道 很多人并不喜欢青鱼的腥味 所以关键还是去除腥气 清鱼比较厚 整条腌不宜入味 最好抛开了腌 从背部抛开 剔出鱼骨 由于鱼肉非常软嫩 容易拆散 所以我只剔了鱼骨 没有去掉其他多余的刺 洗净以后控干水分 先来调制一碗腌料 一汤匙米醋 一汤匙干白葡萄酒 一汤匙酱油 三汤匙日式烧烤酱 这个Casco就有卖的 我过去介绍过 一汤匙味噌酱 如果没有可以用黄酱来代替 一汤匙大蒜粉 一茶匙姜粉 一汤匙炒菜用油 拌匀以后备用 口味重的人可以在适当加一些盐 这些调料够腌两条鱼 每一条大约是一磅左右 这种青鱼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不容易保存 所以一次买三条 最好都给腌上 我同时还腌了另外一条 放在冰箱里过夜 当天吃的话 最少也要腌一个小时以上 鱼皮朝下 把两条鱼放在烤盘纸上 烤箱提前预热 华氏400度 烤18到20分钟 第二天另一条 我是用空气扎锅来做的 还是用华氏400度 烤16到18分钟 给我的感觉是 火候越足越好吃 这是烤箱烤出来的效果 色泽金黄又人 边缘烤糊的部分 这是渗出的调料 这是用空气炸锅做出来的 比烤箱的威力要大一些 两种做法味道都非常鲜美 空气炸锅版的 由于腌了一夜 烤得又焦一些 所以味道更香 感谢您的观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